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排名第十位,这应该与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无关 昨天,笔者发表了朱一龙先生获得年度电视剧男演员 别忘了还有一个他一文,说的这个他就是周迅 因为他获得2021年度电视剧女演员 在这次评选中,人气很高,网友特别喜欢的杨子 却知排名第十位,这让不少网友感到一难评 但笔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样的情绪 因为这与杨子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无关 这次评选的规则是,主是考量演员参赛剧集的热度指数 杨子参演的电视剧女心理师的口碑5.1分逊色 于周迅的功勋斗瓣评分高达9分 再如朱易龙获得2021年度电视剧男演员 他参赛的叛逆者也有7.7分 另外,当时呼声比较高的迪丽热巴 最终也只排到第四位 他参赛的你是我的荣耀6.8分 所以说,这次评选的结果 虽然是考量演员的综合热度 演员参赛剧集的热度指数 以及演员的知名度和演员美誉度 但最主要的还是以参赛剧集的热度指数为主 因为所谓的演员的知名度和演员的美誉度 演员彼此是不相上下的 如果这样来分析 杨子的女心理师排名第十位 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周迅的功勋一举拿到2021年度电视剧女演员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02邓伦首演川乐剧 外形儒雅身世难移目光 泥泥仰望气质绝美 川乐剧在当下影视领域的产出量占比 并不算绝对的高位 但由于它的背景及故事情节设定往往有为常理 所以如果演员演技在线 剧本逻辑通顺有趣 成为爆款的可能性很大 回看以往备受欢迎的一些穿越题材作品 多数是现代人穿越到古代 上演一系列爱恨纠葛的故事 比如步步惊心传闻中的陈千千等 而相比之下 从过去穿越到现在的穿越剧就不是很多了 其实现代人回到古代 面对与自己曾经生活环境格格不入的地方 生命安全还受不到保障 引起的冲突巨多 看点十足 而古代人如果来到现代社会 眼前的一切同样会大大刷新眼界 想要适应也是相当难的 看点并不比青川俱少 比如公所心欲中结尾八哥来到现代 就非常的迷茫无助 让人隔着屏幕都能替他感受到尴尬 再比如魔幻手机中黄梅大王来到现代 也是让人担心他一言不合下一秒就会攻击周围人 眼下就会有一部过去穿越现代的新剧来袭 据名为夜旅人 主要讲述的是1937年时期的民国律师盛青让每天夜里来到2021年 现代的一套公寓里 与公寓的现主人宗英相遇相知的故事 可以看出该剧的背景 不仅是少见的民国穿现代题材 故事本身也是新鲜感十足 两个原本完全无任何交集的人 如何能相处相恋也是勾起了人们充分的悬念 此剧很大概率会成为又一爆款之作 出演该剧的男主是偶像实力兼具的演员邓伦 这也是邓伦的第一部穿越剧作品 邓伦可驾驭系的种类面还是很广泛的 古装玄幻剧《香蜜沉沉浸如霜》 现代剧《欢乐颂》 年代剧《白鹿园》都是其出色的代表作 这次她再度突破自我 尝试新的领域 饰演一名温和儒雅的民国律师 令人期待 而剧中搭档邓伦 饰演现代职业女性宗英的这位 则是同样不折不扣的演技派妮妮 妮妮虽然未曾大火 但她出道多年 作品数量众多 演戏经验丰富深厚 演技上也是十分有保障的 此次她搭档邓伦 相信两人之间会产生十足的火花 该剧的宣传海报也是十分带感 照片中邓伦回眸 神情虽平和 眼神却忧郁中带有伤感 似心事暗藏 儒雅绅士的外形也很难让人挪开目光 而妮妮仰面上望 大概身处和平年代 情感上虽不似邓伦沉重忧伤 却也透出些许无奈 气质上美到无以复加 与该片的氛围毫无违和感 该剧已于去年11月份顺利杀青 你期待吗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